蒜头壶也是秦氏器物 其中还检测出了果酒的成分 或许那时迁徙到郑家湖的秦人 还保留着饮酒的习俗 这些器物是由秦人在郑家湖生产制作 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到郑家湖的 我们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的生活习惯正在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